是的,河北采花来了 好不容易确定能来 当然要早一点抓来 以免他改变心意没有了 是因为有一些之前的宣传行程没做完 所以才特别拜托河北提早一天来到台湾 拍杂志封面 补完之前答应好的约访 然后提前和他说明脆的所有行程 告诉他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 接着就是我最期待的一起晚餐了 当然不是约会 而是可以边吃边聊知道河北对未来的想法 这比上次拍摄素材时像采访一样 你问我答10分钟有收获多了 当然了 要让河北说出真心话 那就要让他吃得开心 所以我们带他去吃有名的新叶台菜 菜单给他自己点 结果你猜他喜欢吃什么 是猪肝和乌鱼籽 其实我有点吓到 一来是新叶对猪肝的料理方式 我还真的没看到什么日本人喜欢 二来是河北的胃口挺好的 另外又加点了卤肉饭和顺香烟咸仔 最后还叫了杏仁豆腐 甚至还外带了点没吃完的麻婆豆腐回旅馆 哦对了 他对乌鱼籽著迷的程度远超过想象 有问主办单位这几天有没有时间去买 但得到的答案是应该没空 所以你各位如果想刷存在感就送物鱼籽吧 这封包装好带回日本的最棒了 接下来当然是有关他的LV生涯 我首先拿出翻着杂志 上面写着绝对的美貌 就算山上隐退了片商 SE及AV界也能安心 理由就是因为有河北在 看到这封面河北敏的嘴笑得很害羞 然后他是这么说的 在拍摄谢谢山上的宣传片中 他山上也说我 河北就是他的接班人 所以别看河北彩画外形很鲜化不多 人家很清楚自己在业界的地位 而且没打算让人的 但他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 我简单调例如下 一、一天只吃一餐 在日本最喜欢吃的东西是寿司 其他时间如果肚子饿的话就喝能量果冻 会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不想发放 但最近觉得自己肉变多了 二、没有很喜欢自己的身体 所以都拜托经纪人帮忙过滤宣传素材 三、对唱歌超乎想象的乐钟 如果有人邀请他酬劳一切好谈 四、对工作其实没想象中那么挑剔 也很想赶快学习如何和隐秘互动 五、除了撸猫之外 其实蛮喜欢在外面跑来跑去 一点都不宅 六、很需要人家夸奖 看到欲多大拇指就与有干劲 其实知道他有企图心就好了 目前比较需要观望的是他背后的经纪公司 因为种族的缘故 目前操盘的是全新团队 他们相对比较保守一些 我聊到最后和河北说 想完成梦想的话要先赚大钱 有一些他本人或事务所比较犹豫的 是山上是完全不排斥的 明白了这个道理就有办法成为最强 希望他懂